- 弊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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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啰我是Kiki 上一集不是有跟大家說過 我會再出一集 人選之人 照浪者的劇情解析嗎? 你有沒有看過這部彩蛋和魔物故事的朋友 記得先到右上角補下之前的影片 那今天我除了會根據各個角色的台詞解析劇情之外 這幾天我也收集了不少網友們的看法 雖然絕大多數都是好評沒錯 但也有人提出人選之人的劇情建議 我覺得蠻有趣的 等等也會跟大家討論 那在我開始分享之前 還是要麻煩大家先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衝得多精彩影片囉 其實任選之人播出之後 我看到很多人都在討論 現實中的職場 大部分都是公正黨覆密那種人 像文芳嘉靖這種願意為下屬挺身而出的主管 根本就不存在 確實我身邊也有朋友在職場上遇到性騷擾 然後我有問他 為什麼你不申訴或跟主管講 但理由不外乎就是劇中演的 不想把事情鬧大 沒有證據 職場上很難堪等等 所以我看到第二集 温文芳打給雅靖說 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 內心真的是蠻感動的 那些敢說出以大局為重的人 大多都是因為影響到的不是自己 才有辦法說出這種 註定有人犧牲的言論 但那只是虛偽的和平 憑什麼被害人要自己默默吞下委屈 所以我覺得這句話也是編劇給觀眾的鼓勵 就算職場上好人不一定多 但社會需要更多温文芳和陳家景 甚至不只有職場性騷擾 那些不公不義、夢想、堅持等等 如果一直抱持著算了的想法生活 就永遠不會有改變和希望 上一集有提到我很喜歡陳家景這個角色 不只是因為她的人生很討喜 更重要的是她是一個會反思的角色 而這個角色和造商者也形成對比 第一集她到公正檔上班時 背上還貼著兒子以前最喜歡的恐龍 文芳提醒她之後 家景也默默將恐龍貼紙貼到水壺上 這也說明陳家景雖然工作繁忙 但心中還是有家人的 但造商者不一樣 家人對她來說就好像是好看的白色 她送項鍊給老婆是為了幫她拉選票 面對女兒的質疑 造商者選擇用欺騙代替真相 她對家人從來就沒有真誠可言 此外兩人分別和老婆吵架之後 家景從一開始無條件道歉示好 但仍就希望老婆能默默為她的工作妥協 但後面她透過第三者的提點 意識到自己的不足 進而反思並理解她的問題和老婆的訴求 反觀造商者 她被發現外遇之後 第一件事就是先要求老婆孩子妥協 為她的質疑大局著想 兩人對家庭的想法和心態 從這點就可以看出差異 人選智能播出之後 我發現大家對第六集 芳婷對老公說話很有感 這些小小的事 都和台灣的未來一樣重要 我蠻喜歡家境夫妻的溝通方式 尤其是芳婷 她不像以往台劇那樣 夫妻吵架 女方都容易歇斯底里 大哭大鬧的溝通 但芳婷這個角色證明了 夫妻不吵架不代表是件好事 也不代表吵架才能溝通 而且芳婷要的很簡單 也是觀眾最有共鳴的部分 不想要付出被視為理所當然 其實今年年初也發生類似的事情 那時候工作太忙 覺得只有自己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就犧牲了身邊的人的感受 直到老婆跟我說 體諒包容我的工作還有情緒 是她支持我的方式 但時間久了她也會疲憊 為什麼犧牲的總是她 到那一刻我才意識到 喔原來包容是一種選擇 而不是義務 但我卻默默將這些付出 是為理所當然了 所以芳婷對家境說的話 我真的感觸良多 透過家境夫婦的故事 觀眾也能發現 原來溝通是需要練習的 而且溝通不是為了真輸贏 而是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相處方式 我先說一下 其實我覺得人選之人 能夠請得動戴力仁真的蠻厲害的 畢竟她已經15年沒有演台劇了 但照商者的選角真的是神來一比 戴力仁把這個角色的渣男本色 演得相當傳神 不論是談吐還是話術 照商者很清楚自己的魅力所在 絕對是未經世事 年輕女生拒絕不了的類型 她甚至很善於操控人型 先說自己是老頭子 雅靜總有一天會離開自己 讓女方覺得她好可憐 她居然愛我 甚至於我愛她 然後再跟對方說 你不拍照是因為你不相信我 你愛我就要用行動證明給我看等等 不過現實就像影集中描述的 很多人在出事之後都會先檢討被害者 為什麼不懂得保護好自己 為什麼會傻到去拍裸照 那你們說張雅靜傻不傻 她當然傻 她就是因為太暈了 才會覺得拍裸照是留住照商者的方式 但照商者PUA雅靜的方式 觀眾都看見了 應該可以比較理解 女方做出這種傻事的心境吧 當然雅靜身為小三她絕對有錯 但就像文芳在第八集說的 當小三跟她被拍裸照威脅 完全是兩碼子的事 沒有人該活在恐懼當中 所以我很喜歡王靜在戲外分享 對這個角色的解讀 愛不該是充斥著威脅 暴復交換和摧毀 不是的 這不是愛的模樣 雖然《人選之人》是一部政治職人劇 雖然《人選之人》是一部政治職人劇 但我覺得編劇也花了很多心思 在家庭的相處上 第八集 文芳鼓起勇氣問爸爸 能不能帶Julia回家吃飯的時候 翁爸居然回到 她家沒飯嗎? 下一秒又立刻意識到自己說錯話 露出很懊悔的表情 說實話 翁爸那個說錯話的小表情 應該有榮登我心中 《人選之人》最愛的前三名場景吧 而且這段戲也讓我想到 之前媽的多重宇宙裡 秀妮明明是想要關心女兒 卻脫口而出 你少吃點又胖了的劇情 明明是想要關心子女 卻因為不善表達情緒 用傷人的方式包裝愛 這是亞洲家庭很常見的問題 但翁爸一句 我家有飯 讓文芳的心 瞬間被這生疏的愛給溫暖了 當然 文芳之所以可以和爸爸有這段對話 翁媽絕對功不可沒 我去翁媽這個角色 是很多家庭中母親的縮影 文芳和爸爸的溝通方式幾乎都是硬碰 如果沒有翁媽在中間當潤滑機 文芳就不會知道爸爸努力推同文法的理由 也不會有勇氣問爸爸 Julia能不能來家裡吃飯 除此之外 雅晶的親情性也蠻感動的 第八集雅晶上節目爆料 照唱著拿裸照威脅她的事情之後 阿公一語不發的坐在車站等雅晶回來 哇那場戲我真的是看幾次哭幾次 雖然阿公一句台詞也沒有 但她的表情已經透露了一切 我的孫女在外面受委屈了 我要好好抱她 我就是她的避風港 而阿公的陪伴也確實是 這是雅晶最大的安慰 雖然絕大部分的觀眾看完 人選之人之後的贊不絕口 但還是有部分觀眾提到 感覺這部有點可惜 好像還不夠大膽 沒有提到台灣政治最敏感的兩岸議題 有人在懷疑公正黨和民和黨 是不是在影射哪個政黨 再加上其中一位編劇曾經幫執政黨站台過 這樣人選之人是不是又美化民進黨的嫌疑 我先說這一集我們要討論任何的政治色彩 我單純只想要幫這部戲還有編劇講個話 就是這是一部用政治包裝的職人劇 所以重點是人而不是政治 而且我覺得編劇很聰明 他們知道如果碰出兩岸議題 絕對會模糊職人劇的焦點 所以他們點到的政治議題雖然沒那麼常見 但也和台灣的政治環境息息相關 包括死刑不是騙票的工具 政治利益大於個人利益 民眾的媒體視獨能力等等 我畢竟是政治職人劇 我覺得人選之人的優勢 既是台灣人對選舉的共鳴感 在宣傳方面 如果人選之人想要打到國外可能不太容易 因為大多都是台灣人才懂的政治梗 我不確定海外觀眾有沒有辦法被這個劇本打到 剛剛有提到人選之人是一個 以幕僚工作日常為主的故事嘛 所以劇中雖然提出很多京劇社會問題 但也有一些觀眾覺得 林月珍勝選的結局好像有點薄弱喔 確實雖然我真的很愛這部劇 也覺得人選是近年來台這些最好的台劇 但我也覺得結局有點小可惜 林月珍的勝選好像有點太順遂了 結局沒有預期中的有張力 而且我看完結局之後一直在想 第八集令明哥跟問問方說 如果你很迷惘 不知道自己是誰的話就去參選 因為你只要一去參選 所有人就會把你過去的一切通通挖出來 這幾句話其實已經點出了台灣政治生態最常見的問題 就是選舉好像永遠都是在接對方的傷疤 而不是真的在討論誰會做事 那麼林月珍勝選 到底是因為造商者的醜聞 銀河黨才會輸 還是是因為林月珍真的做得好才選贏呢? 所以就職人劇的定位來說 我覺得人選真的已經做得很好了 但如果有第二季的話 我蠻期待看到更多議題的延伸 或是結局就停在選舉結果之前 不曉得效果會不會更好 好啦 那以上就是人選之人造浪者的劇情解析 其實看到這部劇受到這麼多好評 我內心還是蠻感動的 有種啊台劇終於受到自己人的肯定的感覺 而不再只是國外的月亮比較圓 韓劇日劇永遠都屌打台灣這種評論 那上集結尾我問大家 你們最喜歡劇中的哪句台詞或哪個片段 所以這一集我想問問各位 你們對結局有什麼想法? 你希望有第二季嗎? 又或者劇中哪個角色的故事顯得 最讓你印象深刻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一起討論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下面的話不用忘記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Answer和Facebook Call 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 我覺得翁文芳這個名字取得很好 方方正正翁翁文芳 這個名字也代表著女主角的個性 他是一個有人有角的個體 不會因為詮釋壓力就輕易的低頭或是妥協 所以我自己覺得文芳這個角色 不管是人設名字還是選角都選得非常的好 然後還有一個角色我覺得也演得很好 就是補學長演的傅迷 那句佳靜啊 我還以為在罵髒話欸 我相信很多上班族應該都心有戚戚演 對這個角色特別有感吧